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中家台北新闻 我是蔡小军 新闻一开始 先带你来看 台北市东区商圈流宫绿狼 人形环境大功告成 除了步行环境更宽 还多了多元无障碍的活动空间 三座水雾圆环等 希望给市民与国际观光客 更好的购物体验 进而活络商圈 位于复兴南路一段 135项的柳宫廊带 是东区商圈核心 过去为上皮地区 自然形成的大湾河道 后来重新规划为停车场空间 现在透过改造 除了改善步行环境 也新增灌木植被等 增设休憩座椅及街道家具 并设置三座水雾圆环 整点会喷出水雾降温消暑 提供行人舒适的休憩空间 与步行广场 东区这一块后面的廊带 早已都是机车跟汽车 停的一个混杂区 所以对人形方面非常不方便 所以我们在东区没落之后 在整体营造改善这方面 我跟师傅讨论 怎么把这后面改造成人形徒步区 就以人本为主 所以我花了一年时间把这边打造成 部分是这一半等于都徒步区 那我们这边当时有取消一百机车格 我们把它移到市民大道去 一样让骑机车的一样有机车可以停 我们这边多了蛮多设施 包括一些异象的绿廊 有灯光器照射 然后第二就是我们有所谓的光环境 然后还有水雾 所以大家在周末假期来跟逛这边的时候 会享受到非常良意 也让人家走进来非常方便 其实市集对东区来讲 这两年我们办得非常成功 那我们接下来会把市集导入到 这个生活后面这个廊带 让人潮能更聚集在这边 为了推动东区观望空间 及人本环境改善 以及配合东区发展振兴计划 重新讨论东区街道 及截取改造愿景 性工处办理设计及施工 改善原广场狭昌南新的行走动线 取消无法聚集人潮的停车场 并将南侧道路抬升 置入多元无障碍活动空间 我们从去年8月开始动工 到今年的6月30号完工 所以今天也正式的向大家宣布 我们柳宫绿廊改造工程 正式完成 要给市民朋友 以及在地的民众 一个更加友善 安全休息的空间 那当然这边 我想如果了解这一段历史 原本它是我们上平地区自然形成的一个大湾河道 那后来在1979年左右随着都市发展 变成了郡路以及停车空间 那后来到第三阶段 80年代商圈进驻 包括百货业林立 商圈这边整个发展起来 反而让这边变成一个商业地区的附属地带 那这边这么多年下来 慢慢遇到了许多的困难 包括原本在这边 人车交织影响到的行人安全 另外 狭长弯曲的 这种并不是很友善的动线 造成我们行走并不方便 另外原本这里的空间 也很难聚集人潮 所以我们开始进行了规划设计 那我们最主要有两个核心的思考 第一 打造以人为本的行人步行空间 第二 我们要将东区的绿郎做一个串接 也就是包括我们从柳宫公园 一直到柳宫郡公园 我们做一个绿郎串接 所以两个核心的思维 我们进行相关的设计规划 那当然 在这段期间 为期从去年8月到今年6月底 将近一年的时间 很快速的 我们将这边的整个绿郎 做了一个非常完善的规划 所以 我们所在这边从 飞南路 大家可以看到有一个共享广场 接着有一个下沉式的绿地 接着会有一个所谓中央的生态绿洲 那在这边会有一排 这个树木林里 所谓的林蔭绿道 那再来这边会有多元的开放空间 可以有活动 市集等等 所以整体的规划 我们不只是让民众来这边 行走的洞线更加的方便 宽敞 舒适 更重要 在这边我们还有白天 天气很热 会有水雾喷出 水雾步道 夜间 晚上的时候 甚至会有 这种水波光的投影 我们就是让过去 早期这种大湾河道的景象 能够再次的呈现 所以很高兴 在整个施工过程 我们在地居民 商家 大家共同的支持 以及配合 我们很快速的在一年 把这样整个改造工程完成 我也要非常感谢 我们施工团队 建造团队 等等 所有参与的伙伴 当然 还有我们在地的韩里长 结合我们在地东区的商圈 店家 大家共同的支持 我们才能够有今天这样的具体成果 那我想另外也值得一提 我们在交通上面 也将道路的铺面做了整理 所以我们也规划了 穿越复兴南路的这个行川线 另外我们也有全面的无障碍有散的空间 种种这些细腻的地方 我们都有想到 所以也谢谢我们公务局新公处 相关单位大家共同努力 能够打造一个以人为本的复兴空间 那未来我相信东区 那未来我相信东区整个发展 在我们在地韩里市长 结合商圈共同努力 已经整个 恢复过去的荣景 未来这边我们一路 可以走到国付纪念馆 松烟大巨蛋 所以跟副总讲 我们帮搜狗 从这边串接到那边的搜狗 我想最重要的市民朋友 未来在整体东区这边 可以畅行无阻 能够行走非常的愉快 道路整合连接柳公寸带状骨干 宿集历史及人文记忆 重现水体异象 反映地方的纹理 也活络商圈连接店家 藉由活动空间多元化 满足百货林立城市需求 记者问君台北报道 未来要延续书籍生命 减少资源浪费 台北市环保局8月6号 7号两天 在市政府一楼中庭 举办延绘藏书箱 共享阅读区的换书活动 现场同时设置了 亲子同乐的阅读空间 及互动专区 民众在书架前 拿起一本本书翻牙翻 还有人拿着环保袋 要将整套喜欢的书带回家 环保局在市府一楼中庭 举办延绘藏书箱 共享阅读区换书活动 只要用15颗以上费电池 就可以免费兑换好书 吸引许多民众前往寻报 有很多书籍 我觉得都还蛮新的 之后可以这样子沿用下去 让每一个 因为我是拿小朋友的绘本比较多 所以我觉得可以这样沿用下去 我觉得很棒 之后可以 就是算废物利用吗 我觉得是把这些书籍再延伸 让更多人可以去阅读 我觉得很棒 我平常会有看那个课外书的习惯 然后这个时候 这是有想到有这个课外书的活动 所以我想说那这边的书应该都蛮有趣的 我就来这边来看有没有我比较有热衷或是喜爱的书 它其实是一个蛮好的活动 比起其他 就是如果去购买新的书的话 可能会对 可能不是那么环保 所以如果二手书可以 就有一个循环在利用的过程 我们可以减少那个纸的浪费 然后也可以享受在 徜徉在阅读的乐趣之中 其实如果只要注重内在的话 其实不管外在是怎么样的话 其实它都是好的书 所以不管外在是好或坏 我们只要看它书里面的内容 就可以 就好了 延绘书库从102年成立至今 兑换及索取书籍 已经多达51万多册 服务超过5万人次 除了让二手书籍资源循环在利用 也帮助弱势家庭 有更多获取知识的管道 为了服务民众 环保局也成立延绘书库云端平台 提供民众及学生进行线上申请 省去路程时间 像这个参考书类 以前可能没有那么多 后来越来越多 那我觉得上次很有帮助 因为我们也有支持弱势家庭 那所以很多小朋友 他们可能家庭经济状况没有那么好 没有办法取得自己去买参考书 上我们这边都可以提供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 我们自己觉得很不错 但是慢慢的可能种类要再多一点 因为对孩子的需求不同 这是一种 另外一种当然小朋友喜欢的一些很流行的故事书 这个有的孩子可能大家也不会看 即便看很多次也舍不得释放出来 那当然我觉得这个部分如果我们特别设许愿墙 就是希望说孩子如果提出来 那有的如果可以我们还可以跟社区邻里去宣导说 我们可能会需要这样的书 那大家可以一起提供出来 然后帮助很多孩子圆梦 我想最主要大概就是希望说 这个书整体看起来还算完整 因为有的缺了很多页 但实际上对孩子来讲 他们在阅读上可能也会遇到困难 我们是希望说尽量这个书的完整性 只要看起来还算完整 然后孩子在阅读上 不会说一打开就散掉了 那我们都希望说只要是完整的书籍 欢迎大家捐 但是如果真的破损很严重 那可能就希望大家还是受到其他的这个回收 纸类回收的部分 在过去呢可能都欢迎大家 是用你除了拿电池来这边交换 但是我们也很希望说 那因为常常要到实体 刚好经历过这几年的疫情 我们发现大家的行为模式也做改变 所以我们也有设立这个云端书库 那大家可以直接上到云端书库来 然后跟我们预约登记 那我想这样子会 一方面也方便我们在书的整理 效率上会更快 另一方面也可以让大家 可以取得的速度更快 延绘长书箱共享阅读去活动 8月6号7号两天 上午10点到下午4点 在市府一楼中庭举办对书活动 民众只要准备15颗以上废电池 或持相关证明文件 包括学生证身心障碍者 低收级中低收入户证明文件 就可以现场挑选书籍 共享书箱乐活时光 记者林奇慧台北报导 暑假期间 小朋友用手机时间增加 容易加深近视 台北市卫生局提醒家长 赶快帮孩子预约事例检查 除了掌握孩子的院士储备量外 完成检查后还能够参加抽奖活动 根据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调查结果显示 幼儿园大班生小一 小一生小二及小六生七年级暑假 是儿童发生近视的三大高峰 联谊中心院区眼科主任蔡依伦表示 从幼儿时期具有眼视储备量 随着生长发育 眼周变成正常而慢慢长成正视眼 建议国小低年级人应掌握100度院士度数 而国小中高年级至少要有50度以上的院士度数 那我们知道儿童的眼球的发育到近视有三步去 第一个我们小朋友刚出生的时候的眼球是比较短的 所以它是呈现的是眼视的现象 那逐渐发育长大到了14岁的时候 它会发育成正常的眼球大小 然后是正视是没有度数的 那如果在不小心的过度使用的话 它就会产生眼球拉长 会有近视发生近视的危险性 所以远视储备在孩子 在小的时候大部分都是远视的 那远视储备的意思就是 在孩子远视度数用完以前是不会得到近视的 那如果是远视的储备过少 或者是过早用完的话 都会增加近视的危险 那我们建议在国小低年级 掌握到100度的远视 那中高年级如果能够保留50度的远视 这样的危险方会有加好一些 除了平时多安排户外活动 维持户眼习惯 掌握孩子的远视储备量 也呼吁家长善用国小学童高度近视防治服务 由专业医师进行检查及评估 完成检查后还能参加抽奖活动 台北市学童高度近视防治服务在今年特别新增了一个学龄前儿童的筛检 那如果筛检有异常的儿童的话会到眼科副检 那会到会做散同前散同后的验光 还有偶视视力 追加角度视力 吸息灯检查以及写视跟立体感的检测 那为什么要赞同后验光呢 那我们知道这个眼球正常的时候 我们看远视不需要用到调节点 那把物体移近我们的时候 我们是我们的焦点会落在眼球的后方 因此我们必须要用到我们的调节力 让那个焦点落到树上我们才可以看清楚的物体 那这个时候的话结状机会收缩 在我们眼球里面的一个结状机它会收缩 那会让我们的这个水晶体膨胀 这个水晶体会膨胀 那趋光度就会变高 那如果这个时候我们做验光检查的话 它会呈现到一个近视的情况 所以这个是如果眼球放松以后 它是会消除的 那这个称作假性近视 那如果这个维持这个情况 长期以来都是调节力很用力的情况之下 没有办法解除的话 那之后它会造成的眼球的拉长 就会产生了近视 真性的近视 那我们护眼方案的部分就有分三项 第一项的部分就是我们的新生早鸟抽 这个是针对我们小学 一国小一年级的一个小朋友 来进行的一个奖励 那另外还有就是检查双月抽 那这个部分是针对我们二到六年级的一个小朋友 那另外最后有一个分享加码抽的一个部分 那这是针对已经检查完的一个家长 他也可以分享亲子护眼的一个秘籍的一个活动 那这个部分我们都有一些相关的奖励 另外卫生局也举办国小学童与幼儿 势力保健绘画争选活动 邀请家长与孩子一起拿起画笔 找出护眼密码 画出护眼好伙伴 记者领期会台北报道 你有听过川崎病吗 川崎病是被认为最棘手的儿童疾病之一 严重者可能引发心脏相关的并发症 由于并发的原因到现在仍然不明确 三种小儿科心脏专科主治医师徐万夫就提醒家长 如果发现家中的小孩持续发烧超过五天 同时还有四项外观的症状 或者是有家族病史 一定要提高警觉 尽速送医治疗 被儿科医师认为是最棘手儿童疾病之一的川崎病 由于发病成因不明 加上有些病童发病症状非典型 在第一时间很难判断 三种小儿心脏专科主治医师徐万夫提醒家长 如果有持续发烧不退超过五天 同时有四项外观症状 就一定要提高警觉 尽速送医 就是假如当间小朋友的发烧 没办法用一般常见的原因来解释的时候 然后又超过四到五天的话 以及身上皮肤出现疹子 眼睛嘴巴有发红的情形 这时候就要高度怀疑 是不是一个川崎症的个案 徐万夫并以三种 最近收治了一名一岁女童为例 她罹患的是顽固型川崎病 在入院治疗用药后一度症状改善 出院后却再度出现发烧呕吐等症状 结果经心脏超音波发现 已经出现冠状动脉扩大等心脏并发症 经过视线用药并行才获得控制 在门诊的时候我们发现到说小朋友最主要是 他仍然有一些体温微烧 以及最主要是他的心脏已经有受到影响 所以这是第一个时间 第二个时间点重要的是 在住院期间我们会看到 小朋友在经过特殊治疗之后有退烧 抽血也看到指数有进步 可是他过几天之后又会再烧起来 所以也暗示我们说顽固性传奇病可能不能单从体温 以及抽血指数的进步来判断他获得控制 人需要进一步的心脏超音波来辅助评估 病痛是不是心脏已经稳定了 因此徐安夫提醒家长 罹患传奇病的小朋友 在用药后症状改善仍然不能轻忽 至少要观察24到36小时 并到门诊持续评估追踪 尤其是顽固性传奇病更需要小心因应 有时候家长会因为小朋友在治疗之后退烧 然后就会觉得那是不是可以回家休息了 那其实我们那时候都会建议家属 一定要让小朋友观察至少24到36小时 这样才比较能够确认第一关可以过关 然后再来就是后续的门诊追踪非常的重要 因为我们刚刚提到心脏超音波可以提供一些 进一步的讯息 但是这个检查不见得是那么方便可以执行的 所以后续回到门诊一定是很重要的 回到门诊我们评估小朋友的状况 以及透过心脏超音波检查的心脏 是不是有进一步的变化 这些都可以给我们很重要的讯息 小朋友是不是有可能是顽固性川崎症的个案 至于要如何预防小朋友感染川崎病 薛安复强调因为这项疾病发生原因都不明确 除了避免小朋友频繁出入公众场所外 如果家族成员中曾经罹患过川崎病 更要特别注意 就是建议家长当然可以的话 非必要的不要出入一些公众场所 另外假如说家人之间有发生过川崎病的话 那因为跟这个基因可能有一些关系 所以我们也会建议 当小朋友出现有持续发烧的情况 又有这间家族史的时候 家族就可以特别提高警觉 来评估小朋友是不是有可能是川崎病的个案 薛安复表示川崎病耗发于5岁以下的幼童 由于有时候并发症状不一定同时出现 因此唯有在临床诊治中及时确认 才能协助医师对症下药 避免引发更严重的心脏并发症 记者张启腾台北报道 接下来要带你来看内湖分局远景 在城公路进行夜间酒测入检勤务时 发现有一辆自小客车聚检 想要加速逃离 于是强势拦查 结果在车内发现了大量的电缆线 经过征讯 辽民嫌犯坦诚是利用工人工地无人看管的时段 白色汽车驾驶酒测吹气时满身大汗引起远景注意 要求他停车受检 却一度想要驾车逃逸 经过警方强势拦查后果然在车内后座发现大量电缆线 驾驾驶与乘客两人变称是水电师傅 却无法清楚说明电缆线来源 由于台北市近期发生好几起工地电缆线失窃案 警方将两人带回征讯 终于突破两名嫌犯新房坦诚 利用工地无人看管的时刻刑窃电缆线 本首于113年8月3日深夜 在本辖成功桥上实施酒车入检勤 突有辆车拒检愈加速刺 遭远景强势染查 经调查该车涉嫌台北市多起工地窃案 并在车上发现大量失窃电缆线 驾驶及乘客二人均无法交代电缆线来源 遂将人车代返所内查证 经突破驾驶失窃新房 犯嫌以徒手方式窃取价值约 新台币20万元工地电缆线73捆 全案训后亦窃盗罪嫌移送40地检署征办 经过清查 警方总共查获了73捆电缆线 市价约20万元 警方已经将全案亦窃盗罪嫌移送40地检署征办 内服分局方面除了扩大追查嚣张管道 也呼吁建筑工地应该加强保全人员 寻守及监视器密度 以免让企业者有可乘之机 记者张启腾台北报道 设限侵权金额超过台币10亿元 看到一格格的新闻 这些制造输入或销售侵权机上和的业者 都会遭到最众可除两年以下 徒刑合50万元罚金 影视产业式文化输出的软实力 可带动旅游观光等行业发展 盗版业者行为 会让正版业者收益减损 进而减少产出优质节目的能量与资源 直接受到伤害的是文创工作者及消费者 所以请大家检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机上和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机上和 内建是否下载了侵权APP 虽然台湾没有对使用侵权机上和的民众 有任何的罚则 但为了打造一个优质且强盛丰富的影音帝国 请民众一起导正市场合法秩序 支持影视产业 为了庆祝台湾羽球豪手王麒麟与李洋 在奥运男子羽球双岛赛事蝉联金牌 台北市政府宣布体育局青年局 皆推出各项场馆的使用优惠 台湾黄金羽球男双组合林洋配 挥出奥运传奇 在巴黎奥运过关斩将 不仅摘下金牌 更是缔造二连霸以非凡 台北市政府也第一时间推出系列庆祝活动 王麒麟 李洋 你们是我们的骄傲 羽球男双项目由同一组合 产联两届奥运金牌 这不只是中华队史上的第一次 更是奥运史上的第一次 不只是台北市 全台湾全世界都在为林洋配大声的喝彩 麒麟是来自台北市的选手 我要特别宣布 台北市政府要加码 我们要在既有的273万奖金的基础上 再加码300万的奥运金牌 连霸专项奖金 另外幕后辛苦的教练 也会有加码的奖励 我代表台北市民 向林洋配至上最高的感谢 另外我也要宣布 我们要在台北市打造世界级的国际羽球馆 这其实不是一时的决定 我上任后就非常重视体育发展 打造台北成为运动之都 是我的使命 宇宙馆的计划也一直在规划推进当中 目前我们评估最适合的场地 是北市科西基地的学校用地 借着这个感动时刻和大家分享 也很希望邀请林洋和我们一起 规划和推广 这次为了庆祝林洋配夺金 创下中华队史无前例金牌208 限定优惠期间 我们也特别推出狂乐大放送 体育局的部分 8月6号到8月12号 台北市十二座运动中心 健身房以及游泳池入场免费 青年局的部分 8月6号到9月5号 直排轮场地半价 喷烟场地优惠价 青年局场馆使用费也半价 动物园的部分 8月5号到8月12号 两人同行 一人免费 8月5号到8月12号和林洋拍照 可以到游客中心换礼物 限量1100份 发完为止 8月9号 持悠欧卡搭乘猫篮 一律半价 儿童新乐园入门场门票 免费 星期五 持悠欧卡搭乘台北捷运 不限扣款金额级次数 捷运公司与悠欧卡公司 每卡捐出1元 赞助于旅球运动发展相关团体 预计将捐出超过110万元 蒋湾也提到要在台北市 打造世界级的国际羽球馆 这项计划也一直在规划推进当中 借着感动时刻和大家分享 记者温宇郡台北报道 为了庆祝台北建成140周年 北市动物园建员110周年 及台北捷运30周年 北捷在文湖县推出了限定车厢 以春山架石虎及台湾黑熊为元素 结合建成140年的主视角 与民间单位共同串联 欢度台北建成140周年 万兴国小口勤队在可爱的树蛙 石虎伴舞下 吹奏快乐天堂 今年是台北建成140周年 同时也是台北市立动物园 110年元庆 以及台北捷运公司30周年 文化局与动物园及捷运公司 携手合作 在捷运文湖县上打造可爱的 台北百四动物百事捷运车厢 以穿山甲石虎及台湾黑熊 等明星动物为元素 结合建成140周年主视角 让民众拍好拍满 我们活动其实从今年的5月 登北门开始 一直到现在 还会一直持续到年底 活动非常多 像今天我们这个活动 我们就是把建成140年 跟动物园110年结合起来 再加上捷运30年 所以110加30等于140 但是它代表了三个很有意义的 比如台北建成140 然后动物园110 从日制一直跨到现在 然后再到最近30年 台北的交通建设的捷运 所以它其实是非常有意义的 这三个数字密码 代表了台北的历史的悠久 以及跨越不同的时代 然后再到我们现在 最能够骄傲世人的 一个交通基础建设 我想这都很有意义的 我们的期许其实很简单 就是说跟着蒋湾市长 还有两位副市长 那都希望台北能够更安全 然后能够更有宏观的视野 然后在都更的搭配之下 在一方面保存 既有的传统跟文化 然后走出一个台北的特色 我想这个是我们未来一定很想的 所以在今年建成140的时候 我刚才有特别强调 从北门的登北门开始 我们就希望提醒大家 台北是有历史的 台北的历史是至少跨越 140年建成开始 事实上它还不止140年 对 但是从建成开始 这140年走到现在 每一个阶段都代表了一个 在这边居住的人的努力和创新 然后加上文化局对于文资的保存 还有一些重大的活动 包括朝台北的国际音乐节的推动 都希望能够让台北能够更适合人居 更让大家觉得城市很美好 更让大家觉得这个城市值得骄傲 所以我们才会说我台北我骄傲 每个礼拜六的夜间开放 一直到八月底 那欢迎大家 因为现在随着气候的改变 的确白天都爆热 但是或许下午四点钟以后 尤其礼拜六 可以来动物园体会 因为除了视觉的饗宴 入夜以后 其实还可以静下心来听动物的声音 闻动物的味道 那这都不是你平常可以想象的 同时我们也设计了很多的营队活动 那当然营队活动 据我的了解 其实是现在 今天之前要已经开放报名的 大概通常都是秒杀了 那也要请各位粉丝们 就密切注意动物园的各项的活动 那当然暑假 爸爸妈妈带的小朋友来动物园 天气热就要更细腻的规划行程 那知道那个室内场馆在哪里 可以喘口气 同时要记得把那个饮水要带足 台北140周年纪念日 台北市观光传播局 还拍摄台北建成140周年纪录片 以影像和照片呈现百年来 台北的惊人碎变 由清代的北门出发 走到市民期盼已久的台北大巨蛋 并利用日语和中文报导声音 早期流行音乐和动物园搬家主题曲 让音乐与视觉相互衬托主题 中华路上一只人潮风游 保护热闹 第一批的车队已经抵达护炸新动物园门前了 另外捷运公司特别推出台北建成140周年 纪念悠游卡里科 并与民间单位共同串联 欢度台北建成140周年 从北门140年建成 后来出现的我们台北生活的140 我们今年这140年 生活的140 再来看到出现的我们在各种 不管各种年龄 各种阶层 各种种族 我们各种族群 我们不同的脸孔 就是这样子来构建出一个 我们最爱的台北 刚刚说的我们最爱的台北 所以呢 在今天要代表台北市政府 在建成140年的时候 感谢所有正在台北市里面 我们平常所有的我们台北市民 对这个城市的喜爱 跟对我们很多的指导 这个历史 各方的文化 就酝酿了我们台北市的美 以及我们多元文化 在我们这边的深耕 跟在我们这边的蓬勃 所以其实文化局主导这次的 建成140年 让我们在这个时候 祝生日快乐之外 也让我们一起来体会 我们有多爱我们自己的城市 欢度建成140周年 除了文化局以音乐 电影 时装 古迹 漫画等五大主轴 办理系列活动 也集结北市府各局处精彩活动 欢迎民众上北市文化局 建成140周年专区 一同参与建政难得的历史时刻 记者领席会台北报导 为了要因应不断推陈出新的 诈骗犯罪形态与手法 台北市政府与富邦人寿 携手合作 8月5号起 从信义区开始 人流在台北市12个行政区展开 防诈细胞赔利的巡回宣导活动 希望透过零零守望 细胞扩散的方式 建立试诈防护网 保护自身财务的安全 假投资诈骗的流程 保护出这四个步骤 拉入 洗脑 玩炸 消失 谁都会帮我记一下 我们有一次这些追候的时候 就马上帮我们冷静想一下 我是不是真的有这个需求 台北市警察局新一分局巡官林之宇 特别分享假投资诈骗的四大步骤 提醒民众注意 这是由台北市政府与富邦人寿 携手合作的防诈细胞赔利巡回宣导活动 从信义区开始 透过公司协力 由富邦人寿安排专业律师 在台北市12个行政区 邀请各区里长与志工们到场 进行试诈防诈教育训练 希望培养EPP的防诈细胞 让防诈意识深入到每个里级社区 协助市民建立防诈观念 保护自己与家人的财产安全 我们警察等等 我们很多民众 我们很多公布 大家都很努力 在防止诈骗 但是这个诈骗好像是云孔不入 所以我们也稍微想到说 云孔不入 那我们就要靠我们的细胞 用细胞固然的学生 全身都是靠我们细胞在滋养 在全身活动 他努力希望这个活动 能够就好像我们的身体一样 我们的信号一样 我们上路在我们的角落 我们在整个在12区 在台北市12个行政区 我们会派出我们去专业的律师 到各行政区来宣传 什么是金融诈骗 现在的金融诈骗的案例是什么 我们要怎样防止这样的一个 警方进一步强调 现在诈骗手法日新月异 因此也期盼透过宣导活动 分享各项诈骗太阳与案例 让更多人从试诈做起 进一步防诈阻诈 针对近期高发的一些诈骑手法 比方说假投资 然后还有AI身为变造 另外针对钓鱼的假信息等等 一些高发性的这个诈骑手法 希望透过这个巡回 一个宣导的部分 让防诈的一个尝试 另外还有诈骑集团所经常使用的 一个诈骑的手法 让民众有事先的窒息 然后提高这个防诈的一个警觉 第一场的宣导活动也吸引许多 新一区里长及社区关怀中心 志工共享盛举 新一区长陈冠宁期盼 里长们能成为防诈细胞 像施打疫苗一样 回到社区邻里间发挥影响力 协助身旁亲友避免落入诈骗陷阱 我们也特别有邀请了地震局 还有警察局等等 我们在相关的单位 会一起来跟大家邀请 我们就邀请了我们的里长 以及我们很多里民 大概这一场 约有200多位 就一起来做这样子的 一个防诈骗的一个课程 那也希望说大家 对这个防诈骗的这些概念 能够有更深刻的一些了解 由于高龄长者受骗比例较高 北市府与富邦仁寿也期盼 在重阳禁脑金发放前夕 透过巡回宣导活动 提醒银法族注意顾好积蓄 更呼吁市民朋友多多关心家中的长辈 以减少长者遭到诈骗的风险 记者张启腾台北报导 涉嫌侵权金额超过台币10亿元 看到一则则的新闻 这些制造、输入或销售侵权 机上盒的业者 都会遭到最众可除两年以下 服刑合50万元罚金 影视产业是文化输出的软实力 可带动旅游、观光等行业发展 盗版业者行为 会让正版业者收益减损 进而减少产出拥持节目的能量与资源 直接受到伤害的是文创工作者及消费者 所以请大家检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机上盒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机上盒 内建是否下载了侵权APP 虽然台湾没有对使用侵权机上盒的民众 有任何的罚则 但为了打造一个优质且强盛丰富的影音帝国 请民众一起导正市场合法秩序 支持影视产业 宇宙好手李洋、王麒麟的林洋配再度联巴奥运冠军 让各界的焦点再回到李洋的母校基隆高中 当年争取新建的国家级青少年羽球训练中心 目前的进度卡在国发会 因此各界都呼吁中央能够尽速推动 照日若时 画面上是基隆高中旁边 靠近巴督路的一块大平地 大部分是停车场 而这个就是基隆高中 规划青少年羽球训练中心的预定地 所以目前整个基地的一个 不管是环境啊 或是其他的因素来讲 都已经准备好了 那只要等待中央核定 我们大家就可以在这处处理了 那我们也谢谢我们基隆市 我们的谢市长 跟我们的这个议会 我们的同志委同一长 昨天也提到 不约儿童提到说 这个女权训练中心 希望能早日来促成 那目前这个训练中心 是因为它的规模量体还蛮大的 我们刚才看了一下 大概它占地的基地 大概6700平方公尺 我们希望能够盖出 大概有12面球场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很大的面积 所以教育部那时候 就把我们这个案子 纳入到重大的公共建设的计划 那这个计划呢 也不包含 不只包含我们这个学校的 这样的一个训练场所 也包含了像我所知道的 像自行车啦 或是滑冰啊等等的这样的 所以目前在教育部 整个计划呢 已经送国家发展委员会 去做审查 在林洋佩拿下奥运羽球冠军 二连霸的热潮下 针对基隆高中的青少年羽球训练中心计划 基隆府会各界都相当关心 基隆市长谢国良回应媒体的询问时 也再次表达他对这个计划的关切与重视 国良作为基隆的大家长 也借此向中央表达 希望早日核定羽球训练中心 能够让这个中心依照计划 114年进行规划设计 1156年进行施工 并能够在116年底能够顺利启用 除了提供基隆中学及三级连贯选手训练空间外 也能够成为青少年浅优选手 培训交流专属场地 培训控党也可以作为国内的竞赛使用 甚至假日也可开放 让市民付费的来使用 我想基隆高中羽球训练中心的建设 因为这一次的林洋配再度拿到金牌 而再度的露出曙光 希望中央的长官能够响应我们 李洋教练郑永成的一个请命 尽快的能够核定这个羽球训练中心 让台湾以及基隆的这个羽球环境 都能够更加的提升 谈到青少年羽球训练中心的重要性 基隆高中表示 李洋的教练特别提出一个重点 就是他观察到我们的羽球选手 夺牌的年龄 比国际上慢了三到五年 显示青少年羽球的训练非常重要 我们在奥运场所 我们这个金牌站 我们李洋跟王麒麟大概都28 29 他们的对手大概都23 所以如果能在青少年这个阶段里面 有一个更好的一个培训 对于整个的孩子来发展来讲 会是一件好事 当然我们 虽然我们当时是争取在我们的这个 基隆高中 但是我们的目标 并不是以基隆高中专用的场所 我们其实有两个目标 第一个是要协助我们整体的这个 台湾的羽球发展 做一个培训 所以像下礼拜 我们学校也会跟这个中华雨学合作 让潜优的这个羽球的那种国手 U15 U17 在我们学校做一个交流 那将来这个羽球训练中心 这个羽球训练中心 也是在做同样的工作 可是因为它的场地空间更为宽大 它有12面的球场 所以这样的一个培训的能量来讲 或是交流能量更好 那第二个呢 是基隆高中 在基隆地区 尤其是羽球来讲 是一个三级的训练站 是我们的基层训练站 那我们也有责任 让这个三级的衔接 能够做得更好 这个青少年羽球训练中心的兴建 对于基隆高中 全国的青少年 以及基隆在地的羽球运动三级衔接 都非常的关键 如何早日落实 有待地方跟中央一起努力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基隆报道 接下来要带你来看 基隆市政府推出 全国首创的亲子照护平台 LINE 线上咨询服务 大受好评 为了因应超高龄社会长辈的需求 再次首创基隆长辈照护平台 同样由医护人员提供 24小时的即时线上咨询 打造有爱的照护环境 守护长辈健康 基隆坐平高山 画面上市市长谢果良 和卫生局长张贤震 在记者会中宣布 近三月份首创全国第一个 亲子照护平台之后 再次首创基隆长辈照护平台 由医护人员提供24小时的 LINE 线上即时咨询 守护长辈的健康 基隆长辈照护平台 就是希望能够让长辈 在夜间的时候 在假日的时候 以及他在需要的时候 他有健康的问题 都可以来咨询 即便他也看了医生了 也可以再问一下 大家即时广益 对大长辈们的健康 做出最好的判断 而且我们这些医生 在这个急性的问题 能够提供资讯 那这个WACARE的团队 他们在这些慢性照顾 跟长期照顾的部分 也会在后续 有些个案 当天问题 没有直接解决的时候 会再安排各管司 帮我们的阿公阿嬷 又给你追踪 那天跟你讨论的 有较好吗 叫你还回去减车 有去减车吗 据了解 市府日前首创的 基隆亲子照护平台 使用满意度相当高 已经有其他县市 来询问取经 市府相当乐意 提供经验分享 像这样子真人 能够及时 然后针对每一个 个别性的问题 去做了解 做出一个最好的 照护的建议 那我们不只是 在亲子的时候 是全国第一 在长辈的时候 也是全国第一 那其实在我们的 亲子照护平台 推出之后 我们之前有跟 市长报告 也有一些其他县市的 地方政府 有来跟我们 做相关的咨询 他们想知道 我们怎么样来做成 那他们未来 不管是在亲子 或者是在 长辈的照护上面 他们有一些地方 政府开始来取经 然后希望有一些 经验 作为其他县市 未来再推动的参考 他是 真正的医生 就在线上 以及他的 护士医疗团队 来为大家 来解决大家 线上的一个 健康问题的咨询 这是第一点 那局长刚提到的 是有其他县市 有看到了 那也觉得还不错 那假如大家有 兴趣的话 我们也很乐意做 这些资讯 跟我们到目前未来的 学习经验的一个分享 基隆已经迈入超高龄社会 市长谢国良说 未来将透过各社区 推广这个基隆 长辈照护平台 让长辈和家属 能获得及时的健康咨询 打造有爱的照护环境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基隆报道 接下来我带你来看 在立委林佩祥的争取下 2088B路线 加开清晨6点40一个班次 加会住在中正区 及信义区的通勤族 8月6号清晨6点40分 立委林佩祥和助理 亲自从中正区调和街 幽和台北村社区站上车 搭乘向大都会客运公司 争取到2088B路线 最新一个班次的客运 林佩祥强调 如果这个班次的搭乘状况好的话 将继续再争取加开一个班次 今天佩祥很高兴 能够顺利成功的 把2088B在6点40分之后 增一班 那主要能够增班的原因 还是因为我们还事与异作 还有办公室的黄秘书 长期在深澳坑附近的站点 跟我们中子林里长 跟我们朱志伟里长 合作了解需求 所以今天我也在这边 特别要感谢我们大都会 我们大都会的李总经理 还有我们国梁市长 能够愿意预成这个2088的征班 那佩祥今天早上6点40分 从始站开始去搭乘这个班车的时候 就已经看到15个人在女中站之前登上车 所以这一点都表示说 2088B这个增班的 这个增多增的班次 是一定会受到我们市女朋友们 没有我们欢迎的 倘若未来这6点40分的班次 能够客满的话 会想即将会去协调 再增一班 让我们所有的市民好朋友 尤其在深奥坑地区的居民 能够顺利准时 方便的搭上车 然后让他们早点能够顺利上班 也早点能够回家 感谢我们这个林佩祥委员 那这个我们从这个2088B线 色套坑线从无到有 然后从有呢 现在一步一脚印的 让他变得更好 那我们感谢委员 那今天呢 就能够再增加这个班次 这非常的不容易 而且刚刚我们这个大都会的 李总经理呢 也有讲说 如果说客满的话 还会再加 这个听到的话 就真的很开心 那已经接受到 庄婉林里长的那个通知 那我也是一早就会去调查说 我们车班足不足够 人员足不足够 那经过调查 的确是需要有征班 那也立刻请 配偿委员这边做协助 才有今天能够有 2088B6点40分的征班 也很感谢市长的帮忙 做这边的协助 随后立委林佩祥 也和市长谢国良 以及市政府交通处长 王俊宏和市议员 何淑萍 以及大都会客运公司等人 在基隆女中站会合 向搭乘2088B路线的通勤族 宣布这项好消息 林佩祥也感谢市长谢国良 和市政府交通处的大力帮忙 让这个班次可以顺利加开 方便通勤族 2088B称班 在 记者 武俊松 基隆报导 有通勤民众向议长同子委反应 城际转运站内的优有卡机 加值功能 不方便 因此同子委特别邀请交通处人员 办理会开 希望可以尽快改善 基隆市议会议长同子委拿着优有卡 试着加值 不过不被允许 因为加值的功能 只能利用旁边另外一台加值机 基隆市成绩转运站 启用后造福基隆的通勤族 不过有年轻的通勤民众 向基隆市议会议长同子委反应 站里面的优有卡机加值功能 相较于台北市并不方便 因此同子委特地邀请市政府交通处人员 办理会堪 希望可以尽快改善 也增加机台服务通勤族 可是有很多小细节 还是让通勤族很辛苦 所以我们特别办会堪 因为通勤族太多人 我们特别来办会堪 希望交通处赶快迅速 来改善加值机的问题 那我们刚刚 因为很多民众反映说 我们进来没办法加值 那很不方便 因为你看我们小时候搭车的经验 就是你要跑去Seven 把悠悠卡 确认一下多少钱 再去搭客运 在国光客运站的时候 大家都有印象 那现在如果还是这样的状况 我想 这个已经有一个转运站了 然后就是有一些细节的运作上 希望可以运作得更顺利 让市民的通勤的时间更方便 它可以进来 吹着冷气 趕快逼加值 或任何的状况 都可以马上来上车 我觉得还是比较好的一个状态 基隆市政府交通处也说明 已经请负责 营运成绩转运站的公司 尽快处理 其实在整个转运站里面的一个 悠悠卡加值的部分 其实在我们本来的一个月台里面 就有提供这样子的服务 那因为我们要再 优化更多的服务 服务更多的民众 所以其实我们这边 有紧急在向悠悠卡公司 这边再多掉了一台加值机 那现在目前加值机的部分 已经厂商 已经有跟悠悠卡这边订完契约 那后端的部分 因为需要还要再跟金管会 申请一些就是金流的一些程序 那金管会这边的程序OK之后呢 其实这个加值机就可以立刻的对外开放 那有关于就是 可不可以再增设加值机的这个部分呢 我们当然也会积极的 在跟悠悠卡公司这边来进行一个协调 通知卫也希望转运在里面 每个客运后车位上面的标示牌 可以改为电子式的看板 应该会更好 大家看到这个牌子没有 1813台北车站 1800中轮等等 这牌子我觉得 因为我们现在化的这个转运站来说 应该要用电子看板 因为这个感觉还像小时候的客运站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 基隆知名的中正公园228广场 最近公务率遭破坏 这几天又有观光告示牌 遭人恶意击破 导致破损严重 一起来关心 10年前就二分之一的地方缺了 对 这样是过来的吧 民众气嘴巴舌围绕在告示牌前 仔细一看 原来这面观光告示牌 下方怎么破个大洞 到底怎么一回事 这么好的一个环境 大家在这边这么快乐 为什么要把它破坏呢 那好好的东西怎么会 公家的东西怎么会撞坏呢 某时候不会把那个放下去 不可能 我看还是刻意的 特意 因为人家市政府这么规划 这么用心 难得了 来这边不要轻易破坏到公务 遭到破坏的观光告示牌 就位在寿山路 228公园对面 地面上留下残破的压克力 实际拿起来比对 压克力相当厚重 除非有外力撞击 否则很难破坏 应该是压克力的 它一定是重击 而且好几次才有办法把它敲坏 所以我们认为这是蓄意破坏的 所以呢我们觉得 这个是蛮可怕的 那差不多两个月前 也有那个木栈道 不管是被撞坏的也好 或者是被蓄意破坏的话 我们是希望 市政府能够在这边装设监视器 来到中正公园228广场前 不只观光告示牌破损 一旁的木栈道 上个月遭到车辆开上去压坏 事后市政府公园管理科 调阅监视器 才发现周边没有监视器 找不到凶手 那边有一排大概有一半 全部都断一半 那一定要是用东西 不知道是怎么样 中午 对 给它敲断还是怎么样 假日都有在那边 回去的时候就从这边点过去 就快掉了 有关228 易政公园那边的指示牌 那就是今天早上接获 民众跟易云这边的通报 那我们马上去现场去确认 那看起来像是人为的损坏 那这部分我们已经 有跟警察局确认说 那个地方到底需要设置监视器的这部分 上个月有发现说 228公园那边的木栈道 也有被疑似车子压坏 那这部分我们也有厂商 那时候也设临时的处置 那已于这个礼拜修复完成了 用来指引光光动线的告示牌遭到破坏 由于是制定规格 价格不便宜 加上没有监视器 市政府求偿无门 市议员吕美玲建议警察局 尽快加装监视器 别让228公园在夜间 成了治安死角 记者黄绍铭金融报导 以上就是今天的中央新闻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字幕志愿者 刘洋 最厉安 百万一 小冊 铁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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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